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歐德妹 歡迎回來第20... 第30集 已經莫名其妙邁入第30集了 我的天啊 果然一天一步非常的快 會不會哪一天變成 歡迎來到第365集 應該不會吧 這個遊戲有這麼多內容可以拍嗎 那如果有的話我也覺得蠻驚訝的 我覺得有可能吧 因為 因為之後搞不好會放個DLC工作坊 也說不定 不是DLC啦 講錯了 那個工作坊啦 就是跟方舟生存一樣有那種工作坊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去改 然後改了之後 之後可能可以讓這個遊戲更加豐富 或許會有 因為我覺得 這個遊戲不套模組實在是太浪費啦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啦 好不好 這題外話 那麼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也別忘了按下你的喜歡 以及你的訂閱還有你的分享 感謝各位 那麼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一樣是要開始蓋我們的房子 老頭呢 上一集不是有說過準備要蓋第二棟了嗎 其實也不算是第二棟啦 老頭只是想要把這個 就是想要往上延伸 然後往上延伸 把它形成一個在天空的平台 這樣子的話我們這個飛行生物就可以在上面就是安置一下 呃 有點亂啦 怎麼突然覺得好像有點糟糕啊 我的天啊 因為我把他們全部都設成巡邏模式 想說讓他們看起來比較好像死掉的一樣 感覺讓他們比較像 深深不息的生物 不斷的蠕動 不斷的竄動這樣子 結果感覺好像是反效果耶 因為我本來是有把他們全部排好啦 我本來是有把他們全部排好 可是 想說這樣他們一百一眼的站在那裡 一動也不動感覺像死了一樣 算了 我晚一點再看要怎麼處理這些陸地上的生物吧 然後呢 上一集老頭不是說要把前面這個地方嗎 下面這個地板啊 要把這個地板打兩個 打四個洞吧 要延伸到地底有沒有 但是呢 有一位觀眾呢 就建議我說 老頭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也不錯 怎樣不錯呢 就是這個地方 蓋一個樓梯 往下延伸出來開門 地洞 有沒有覺得很屌 然後把這邊敲掉一下 地雞露出來了 算了 沒關係 假裝沒看到 個人覺得這個設計感不錯啊 這位觀眾我已經採納你的方法了 真的耶 其實乍看之下這樣感覺還蠻不錯的 只是缺點就是 這邊地雞露出來了 算了 不完美才是完美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一種不完美的殘缺 看起來才是完美 恩 老頭語錄 把他記下來 以後在拔妹的時候呢 你就說 唉 你看起來這麼的不完美 但是有時候 完美 不完美 才是一個完美 然後你就拔到了 相信老頭 沒有把刀也不關我的事 知道嗎 好不好 神秘計畫這件事情喔 神秘計畫 我給各位一下提示 最近應該可以開始啟用了 那神秘計畫應該是 優關於這個 池塘 啊 就給你們一些提示 啊 讓你們猜一下 這個神秘計畫到底是要幹嘛的 看似風平浪靜的 像游泳池的池塘呢 啊 神秘計畫開啟 啊 公開的時候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會不會 一個打開機器人從裡面竄出來 恩 也有可能 會不會就是 啊 突然裡面有一隻哥吉拉 跑出來 也有可能 好不好 那就 到時候再告訴你們吧 啊 稍微給你們提示一下 好了 劇話真的非常多 我們現在開始蓋我們的 天空大平台 啊 我們開始吧 嗯 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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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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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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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